所以就是这样按照他们别的心情和心意 和我们相处 大家知道和我们相处 而且我们看到上帝很主动 他讲主动 主动 什么叫主动呢 就是说你没有做任何东西 上帝先做 上帝没有等你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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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哭咯 你走咯 他走咯 因为我们两个伙伴 有时候两个伙伴是这样的嘛 对嘛 你们有 你们做 做夫妻 你们做夫妻的 然后我们等人的 我们都是被动的 上帝没有被动 上帝主动 当然是上帝主动 上帝主动 首先 上帝主动告诉你一位人 在过世间 你要回面了 因为你们的罪恶到我们眼中了 上帝没有等你 上帝没有信息 上帝没有信息 上帝主动来找你一位人 你都得罪我了 那是什么意思啊 上帝主动来找你一位人 上帝主动来 原谅他 只要你们回来 原谅他 上帝主动 所以 我们的神是一个主动的上帝 他不是等着我们 把关 路回干 往往往往往往往 没有 上帝已经原谅了 上帝当时 当上帝审判的时候 同时他也 准备原谅了 上帝说 再次时间 如果你匯改 你的城就会灭了 那时候 上帝已经原谅了神 因为上帝知道他们会不会被打 上帝知道他们会不会违心转意 明白吗 所以 上帝的 是这样的 来主动和变化的 与我们互动 跟他那个大量互动 所以 整本的叶拿书 是讲到上帝的性情和心意 让我们看见一个 虽然恨恶罪 但却连领罪人的上帝 为了拯救罪人 他采取行动 如果不采取行动 耶稣就会来到那什么时间了 耶稣的来到的时间 为我们 为我们定在世界上 为我们定在世界上 耶稣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 两千年前 已经定在世界上 这是表明吗 表明上帝主动 这个神是主动的神 来定世界上 为我们而死 来饶恕我们 当我们还做罪的时候 他已经饶恕我们的 可以讲阿们的 这个神是充满慈爱 充满认识 充满这个怜悲的神 宽容的神 宽容的神 当我们还 我们人家不知者不罪嘛 当你还不知他的时候 你不知道他的时候 他已经来赦给你 原谅你 所以你得罪他 你不认识他 他已经爱你 选择爱你了 你可以讲阿们吗 然后拍手给耶稣他了 为什么我要相信耶稣 我在年轻的时候 情绪密密找很多的神 拜了很多的神 读了很多的经书 最后我选择这位神 因为这个神就是一个很特别的神 因为他是充满灵慈爱 怜悯 丰富的怜悯 恩典 充满爱 但我还爱他 不认识他 他已经选择爱我了 阿们 这个神是充满他有爱的神